玉面狼君耿磊和冷面无常杀蒙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再次来到了陈家宝 三个人鬼鬼祟祟地向陈正云家走去 不料半路遇到村民 他们见三人行事可疑立刻上前询问 为首的男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其中一村民踢翻在地 众人见状全都上前帮忙 可男人却稳中带行 而他每次出拳 必有一人应声倒地 片刻后便已打倒数人 已然形成碾压之势 此时一小伙赶了过来 见此局面便抢先发起攻击 但是很快就被气反制 一拳击中胸口倒在地上 男人不给小伙喘息的机会 纵身一跃奋力向他打过来 小伙立刻扔出麻袋起身攻击 但最终还是被男人刚硬无比的拳头击飞出去 这时一村民敲响罗声 大批村民手持农具 瞬间从四面八方打来 耿雷杀蒙剑行事不妙连忙喊男人逃跑 村民们越聚越多 三人最终还是被迎面而来的陈正英堵住了去路 陈正英 你来得正好 本座乃专王府手提叫 崔天霸说完握紧拳头 姿势一百率先向陈正英发起了攻击 陈正英则从容应对 虽然被崔天霸击中胸口 但是瞬间又反弹了回去 这也让崔天霸认真起来 陈正英向前一动几步后 崔天霸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他拳脚并用对陈正英一阵猛攻 但是都被陈正英挡了下来 并且出其不意攻其下盘 崔天霸猝不及防身体一歪 陈正英顺势将其掀翻在顶 只见他再次站起来摆好架势继续发起攻击 这次他出招异常凶猛 但还是被陈正英一化解 陈正英摆手示意让他继续 只见崔天霸刚一靠近 陈正英便身体一请肩膀一靠 瞬间把崔天霸顶飞出去 崔天霸不甘其辱 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连出竖拳 可是却被陈正英抓住手腕 双手一扭迅速一拉 又把他摔了出去 谁叫他 这次摔得重了一点 此时崔天霸心态彻底失衡 起身就对陈正英一顿猛踢 殊不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露出了破绽 而陈正英趁他抬腿的空袋 直接一脚踢中他的支撑腿 再次把崔天霸踢飞出去 真是一顿输出猛一股 一脚被踢成200 已经被陈正英连摔四次的 崔天霸站起来后 再也不敢主动发起攻击 他欲伸手抵抗 却被陈正英抓住手腕 只见陈正英向右一拉 随即又换右手向左一拉 而后又把崔天霸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陈正英微微一笑 右手一扬啪的一声 崔天霸的左脸就挨了一巴掌 紧接着左手又抽中了 崔天霸的左脸和右脸 你说打左脸怎么打成右脸啊 全打两不知 你不知道 你真够笨的 旁边的耿磊沙盟听后顿时笑得差点背过气 受此奇耻大辱的崔天霸顿时怒火中烧 大吼一声便又冲向陈正英 可很快就被陈正英打飞出去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应战的力气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 陈某必处荒野 不想过问世间诸多纷争 请你们主子就此罢什么办 沙盟耿磊本想上前搀扶却被他推抬 三人走后陈正英一脸愁容自知崔天霸此人不善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紧急召开了村民大会 把当年和端王结下两子的事情告诉了村民 关于如何应对他想听听村民的意见 但是大家有说退有说战意见并不肯定 陈正英见状只能决定改天再赢 就在陈正英还在犹豫是去世流食 崔天霸又开始计划下手 他趁陈正英每天早晨练功的时候 从瀑布上方偷偷投下了大量的毒药 以至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红衣和少奇见他脸色愈发难看 便劝他去找大夫看下 可他却固执地认为只是感冒 而另一边的洋育前通过自己的勤血苦练 对太极拳的掌握已经出现成效 但是面对着陈家宝即将到来的危机 他又能如何应对呢 对太极拳的掌握